市面上琳琅滿目的美白面膜太多了 究竟要怎麼樣來選擇呢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精打細算 保養甜心夏語心 來到現場幫我們分享配件 哈囉大家好我是夏語心 哈囉妳好 消費者現在往往在購買面膜的時候 常常跟風買了一堆然後敷了一堆 美白的效果沒有變好 反而敷況可能變糟 那跟裡頭成分添加會不會有關係 你想到美白就會想到傳明酸的成分 那我自己在買面膜的時候有三個非常大的要素 第一你成分一定要認識 第二呢不可以有太多的添加物 第三胃膚部一定要認可 現在很多消費者有一個迷思就是 我買了面膜一直往臉上貼 貼久一點敷多一點好像皮膚就會變好 但其實當你不認識成分是什麼時候 對你的肌膚有可能是一種耗損 其實呢我覺得傳明酸它就是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成分 那它是可以有效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還有一點點消炎的作用 不只這樣它還可以達到深層的美白 仔細看一下before after 落差很大耶 這一款美白面膜呢非常推薦給大家 它就是日本第一專科美白面膜 它裡頭呢除了有傳明酸之外 還有玫瑰保濕精華 我覺得今天就直接敷給大家看好了啦 但是給我一些些時間 今天示範半臉給大家看 那其實呢它裡頭除了有傳明酸之外 還有玫瑰保濕添加在裡頭 那還有他們家的明星成分 就是蟬絲蛋白還有雙重玫尿酸 所以當你在敷臉的時候呢 就可以美白保濕一次到位 那請教一下這個傳明酸這個成分 既然它是日本大廠最愛使用的成分 所以它的成分來講 香皂應該比較高了 其實傳明酸這個成分呢 是相當珍貴的美白聖品 但是這款面膜CP值相當高 因為它有滿滿的傳明酸在裡頭 所以非常推薦給想要省錢 又想愛美的水水們 好我現在要把我的面膜給拿下來了 大家應該可以清楚的看到 就是剛剛敷的這一邊呢 透亮感非常的明顯 那這一款呢 面膜質地非常好吸收 而且敷完不會黏膩 所以CP值非常的高 最後幫大家做個重點總整理 我們來看到螢幕上 選擇面膜四大要點 第一點要挑選胃膚部合可的美白成分 才會有效果 再來是傳明酸是 最適合亞洲女性的美白成分 第三點呢 美白效果要好的話 也要特別注意保濕的部分 最後一點 面膜材型超服貼的話 吸收的效果也會更加來的好 也就是說呢 面膜挑的好 美白沒煩惱 感謝大家跟著女大一起挖知識 一起敷臉變美麗 按照網站 d瓶 一片 兩片 一片